2023年第一站世界巡回赛之马来西亚公开赛昨日结束 中国队闯入三项双打决赛 最后夺得女双冠军 混双冠军和男双亚军 新年的第一站既有告别也有希望 往年的第一站超级一千赛理所应当是从百年全英起航 但世界雨连从今年开始 将原本隶属于750级别的马来西亚公开赛晋升为1000级别 比赛时间更是被提前到1月进行 因而2023年的开年大戏从吉隆坡开始 马来西亚名将陈炳顺吴柳营上扬的最后一站 之后吴柳营正式退役 15年前他们首次亮相马来西亚公开赛 恐怕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对组合在未来会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混双搭档 15年后陈炳顺在吉隆坡亚通体育馆陪着吴柳营完成最后一场比赛 他全场不知疲倦的补位以及拼尽全力的杀球都是送给老搭档最好的礼物 在现场观众一波波掀翻屋顶的呐喊声中 昔日的礼乐奥运会混双银牌组合正式宣告终结 到了决赛日 中国在三项双打中冲金 混双决赛 郑思维黄亚琼以2比0击败老对手杜边勇大东也有杀 女双决赛 陈青陈甲亦凡同样以2比0获胜 为半决赛输给韩国组合的队友报酬 男双决赛 两位坑王长以18比21 21比18 13比21不敌印尼组合阿尔菲安阿迪安托 获得亚军 开年之战 国语比较亮眼的是女双 在凡尘夺冠之外 正与美中舒贤打入四强 而重组的两队组合都只是在内战中出局 尤其是杜月夏玉亭在首轮击败昔日的 韩国第一组合李绍兮深深赞 令人振奋 当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 新组合往往不容易被针对 假以十日之后 如何能够在被充分研究之后 走出对手精心布置的陷阱 是留给这些全新组合 在未来必须解答的一道难题 毕竟巴黎奥运积分赛尽在眼前 但打决赛依然与去年的剧情相似 冠军依然归属强势的安赛龙和山口歉 上次和奈良刚攻大交手时 安赛龙几乎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先以21比23输掉一局 后两局也仅赢2分和3分 这一次安赛龙则是强势胜出 奈良两局加起来只得到21分 尽管如此 日本南丹集体发力的趋势 着实有点猝不及防 陶田贤斗士威时 奈良刚攻大西本拳泰 长山干泰三人全部打入8强 倒在他们拍下的包括斯里坎斯 乔纳坦 周天成 李子佳 普兰诺伊 昆拉伍特 这是多么辉煌的战绩 尽管最后被安赛龙一串三 但日本南丹这一战的表现 撑得上接近满分 马来西亚公开赛决赛赛况 南丹安赛龙21比6 21比15 奈良刚攻大女丹山口 倩12比21 21比19 21比11 安喜迎南双阿尔菲安 阿迪安托21比18 18比21 21比13 两尾坑王长女双 陈青陈甲一凡21比16 21比18和那里幽灵混双正思 为黄亚琼 21比19 21比11 渡边永大东也有煞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可舍 让我们爱上去的 我们爱上去吧 我们爱上去的